远桥府中检疫站旁边的游龙天桥电梯 礼拜天下午发生了坠落意外 有一名妇人带着8岁的小朋友参加万圣节活动 二楼下来的时候电梯突然变成大怒神 非常可怕 直接往下坠落 导致两个人受伤送医 不明明17号才检修过 结果马上出意外 侯友宜现在下令说一个月之内要完成鉴定报告 破报有一名妇人和男童受困电梯坠落一楼 救护人员10万火急赶到现场 围在电梯旁展开救援行动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终于把受困民众救出 两人伤势不轻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原来55岁的妇人带着8岁侄子出门 参加新北市政府在板桥举办的万圣节活动 搭电梯时突然高速往下坠落 被揪出后两人还心有余悸 有发现民众在呼喊呼救的 小朋友呼救的状况 是比较受到惊吓 游龙天桥是14年前市府斥资6000万打造完工 却频频故障这回还变成大怒神 但明明这个月17号电梯才刚维修保养过 怎么又出包 初步研判电梯是因为钢缆松脱断裂 酿成意外 但区公所表示每个月都会检修两次 而且今年3月7号才换过钢缆 如果真的有积极保养维修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市府也下令全面检查新北市公有电梯 游龙天桥电梯的鉴定报告都还在调查当中 到底是厂商偷工减料 还是例行的检修作业潦草带过 市府得找出原因追究责任 别让意外再次重演 记者洪巧权 沈嘉明新北报道